好 你们怎么哭了 你不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吗 你 你 你 李美禅 妈 别说了 你跟我回去吧 你 沈小军 李美禅是你吗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姑妈 你看他们所有人的表情 真是太过瘾了 孙伟涛 被人暗算 背叛的资汇不好受吧 你不过是被人从董事长的宝座给拉了下来 你的心脏就受不了了 那要是你被暗算 你的心脏还不得气炸了吗 大嫂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少给我装算 你曾经的沈大哥在那边等着你呢 他让我告诉你 你的好日子就在眼前了 他 别说了 我们走吧 石小军 原来这一切 都是你们三个人设计好的呀 你现在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大嫂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你还知道我是你大嫂 你还记得你沈大哥吗 你害的 不 是你们 是你跟赵渊明 你们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你把话说清楚 我真的不清楚 我到底做了什么 是 沈大哥和您 对我有恩 可是大哥走得那么早 你又突然不见了 你说你让我怎么报答你 你也知道我们对你有恩 我还以为你忘了 你自己当初是怎么穷的叮当响的呢 我还以为你当了几天有钱人 就以为自己生下了就有钱了 当初如果不是孟怀 带着你孙伟涛和那个赵渊明开煤矿 你们两个人怎么会发大财的 后来怎么可能出去开公司搞房定产的 你们不知道赶恩也就算了 你们居然丧尽天良 可老天爷还是公道的 老天爷帮我 让我亲眼看见你从董事长的位置滚了下来 你放心吧 你的好日子没几天了 你沈大哥 马上就要来拉你过去陪他了 魏汤 你不能太激动啊 儿子 大嫂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毛 毛 你别说了 我求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走开了 这里没有你的事 你们三个人给我滚出这个地方 要不让我立刻报警 儿子 让他们把话说完 大嫂 既然今天你来了 你就应该让我明白这一切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是怎么丧尽天良啊 你以为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吗 你错了 大嫂 我不是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该来的人都到齐了 美禅 你真的是沈大嫂 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 我找到你好苦啊 我女儿 还在你身边吧 你还知道你女儿在我这儿 你丈夫可真是救任钱呢 知道女儿在我身边 也不能阻止她建立妄议 害死我们家孟淮 这 这话说哪儿去了 渊明怎么会害死沈大哥 他又为什么要害沈大哥 我们报答他都来不及 大嫂 您是不是误会了 你还敢狡辩 当初你们兄弟俩有钱了 就想分家 想出去开公司 搞房地产 历历门户 你大哥的话你们都不听了 什么撤出 什么重新分配股权 你们是险他妨碍你们了 是吗 你们居然做这样的事 下这样的黑手 他就这样被你们害死了 你们害死了我的孟淮 孟淮 连我也差点 你们真是没良心啊 你们 大嫂啊 我没有 我相信 渊明不会做这种事的 鬼才相信你们 你们去找你们沈大哥问去吧 你们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来 我为什么一直要躲起来吗 一时 我不想被你们害死 而是 我一直在想办法 想把你们整垮 我要替孟淮报仇 我觉得真是太高兴了 报应真的来了 不过你们也不用觉得是别人对不起你们 因为当初 你们根本就一无所有 老天爷 真是太公平了 该来的一定都会来的 孟淮 你看到了吗 这两个害你的人终于受到惩罚了 他们就要过去陪你了 你开心吗 孟淮 你看到了吗 孟淮 大嫂 大哥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再说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 害死了我的大哥呀 是啊 美禅 你可别冤枉好人 再怎么说 我都不相信冤枉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我误会你们 门坏亲口告诉的还会有假 你们要是好人天底下就没坏人了 我告诉你们 这暴雨 才刚刚开始 你们就好好等着吧 好心还在后头呢 妈 你别再说了 你是美禅的女儿 如果真有报应 我看怎么样 也比不上你那个阴险狡猾的女儿 没错 小军是应该有报应 并且 她的报应早就已经到了 表姐 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小军 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的亲生母亲 你把你自己的母亲从董事长的位置拉下来了不说 而且你还把你自己的全家人赶出了自己的家 陶世约 我认真地告诉你 我寒心如骨 帮你养了这个女儿 二十多年并不是为了当初沈大哥给你们的承诺 二十我要她 让她 为我的孟怀报仇 为她报仇 小军她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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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口口声声说 月明害死沈大哥 不是的 根本不是的 你今天所讲的一切 我都不相信 我都不相信 你 你自己看看 沈小军像不像你 我就告诉你一句 我帮你们养这个女儿养了二十多年 现在我的手上还有你当年送给她的银镯子 沈小军的DNA报告还在我的手上 我这么告诉她 让她假冒你的女儿来接近你 我 我 我养了她二十多年 我讲的话 她当然会相信 就是条狗也该养熟了 小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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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我的女儿 不是 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没错 妈 桃世雲就是你的亲生母亲 我养了你二十多年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都没有抛弃你 终究 我没有白养你 你养我 不是因为你爱我 而是因为你想利用我 没错 我只要看到你的脸 我就会想起你那个阴险歹毒的父亲 跟我的孟怀的惨死 你知道那是对我多大的煎熬吗 但是为了给孟怀报仇 我忍了二十多年 我等的就是今天 而你 也真没让我失望 你帮我完成了我的计划 我现在心里 真是 真是太痛快了 我真是太痛快了 没差 你这样做 你简直太恶毒了你 这一切都怪你那个自作自受的丈夫 我要让你们为孟怀的死亡 放出代价 这孩子是无辜的 你这么做 不是必杀了他 抛弃了他 抛弃了他 更让他不信吗 孩子 别过来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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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真是太精彩了 我 我苦苦等待了二十多年 真是场好戏